不一样 山区长大的人和平原地区长大的人 那就是不一样 那就是不一样 这个 我是到西藏的很多地区都去过 这个洞郎地区这一块 就是东段 中印边境东段 西金段这一块 我也去过 四千到五千多米高 满山的杜鹃花 一人多高的杜鹃 我去的时候杜鹃正开花了 所以那个地方呢 就是几千米高 高山缺崖 崇山峻岭 但是我们的车能开到哨所 就是前一队哨所 一到铁丝网那边就印度人在那干杆 这个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悬崖峭壁 这个一到夏天呢 一下雨 那个泥土啊 松了松了 哇泥石流 泥石流下来以后 那个路就走不了了 走不了以后就把那个 那个路开通 需要时间呀 对不对 啊 这个冬天 冬天以后大雪封山 啊 你上山又爬不上去 啊 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 我们是机械化部队 冬天拉链 那个时候雪很深啊 啊 冬天拉链 那个轮胎都上防滑了呀 啊 越是下雪天 越是天冷的时候 我们越拉链 那个时候是这样 爬山 啊 机械化部队行进 就是中国这边呢 整个的地形特别复杂 但是呢 这个西马拉雅山南路 啊 就是印度那边 那个相对平坦 气候温和 啊 这个所以说呢 他们的整个的交通啊 铁路啊 这个机场啊 配备相对好一点 好一点 我们当时1962年的时候 为了准备作战 两个作战方向 储备了三万吨的物资 战时又补充了三万吨 可以 从大后方往前运 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前方之后 战术运输 战场运输 你得靠卡车啊 那卡车 有 准备了4370多辆卡车 往前运 那往前运运到哪儿啊 没有路啊 没有路 卡车也走不了 啊 走不了 啊 而且用卡车往前的运游 运上一车油 到那儿这个烧 烧掉 这个车自己烧掉半车 我们当时还凭油果 北京在好长时间 那个公交车上 背一个大煤气包 那个时候没有油啊 到了战场之前 由于没有路 没办法 就得把后方运上来的物资 人扛马驼 那最后马也走不动 那牟牛啊 紧急动摇了三万多头牟牛 啊 那个翻身浓浓 得解放啊 这个藏区的人民群众啊 帮着往上背 我看那个资料 有的小孩 十来岁的孩子 背150斤的弹药 物资往前背 你想想 就是这种办法 进行值钱 啊 进行值钱 所以说 没有办法 你这个的话 你万一让人切断 后勤不进线 你将来这个 你往前冲 结果最后 啊 给切断了 切断怎么办 所以说 后勤保障 制约我们整个的作战行动 没有办法撤回来 啊 这个 八一啊 这个习主席讲话 啊 又再次提到人民战争的问题 再次提到军民融合的问题 啊 呃 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现在 动朗地区的冲突 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看这个 好多网上说 打 啊 就那么几十个人 那打很简单 几梭子子弹就打光了 啊 没什么问题 啊 他是 有些个事情呢 是牵一发 动全身 我们要考虑整个的战争的问题 战略的问题啊 整个整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 呃 这次看了阅兵之后呢 很多人说 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啊 呃 我呢 是研究武器装备的 啊 我个人的体会呢 我们的战斗力的形成 主要是三个要素 一个是武器装备 一个是人的战斗精神 啊 第三一个呢 是人和武器结合 所需要的编织体制 就这么三个 三个东西 啊 现在咱们军迷呢 这个 一看阅兵 哇 这个武器装备 这好呢 是吧 但是呢 最重要的 还是人 而不是武器 啊 我们建军90周年 9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历史 就是从小到大 从热到强 其实我们就是一列圣优 我们的历史就是一列圣优的历史 最重要的是战斗精神的传承 1962年 最为反击战 当时有一个杨廷安 是个班长 这个班长呢 当时他这个班 一共八个人 八个人敌人印度的活力点 在那个地方 然后开始扑扑前进 往上冲 然后当时他就冲锋在前 啊 喊口号 啊 大家听好了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跟我来打进去 哈 哈 八个人死了七个 这个班 啊 最后在 呃 总结经验的时候 啊 这个 1969年 九届一中全会 啊 这个毛主席 专门针对这场战争 向全军发出了一个号召 说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 叫做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以后又跟上说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这成为我们的军魂 啊 是不是 现在好多人说 啊 现在时代变了 你看现在海陆空啊 都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人民战争过时了 不像原来那个什么之前啊 什么那样的 现在没了 老百姓啊 这个这个这个 再也跟现在战争 没什么关系了啊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战争 还是人民战争 什么叫人民战争 就是 这场战争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且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就是人民战争 是不是啊 淮海战役的时候 啊 这个大家说 淮海战役的惊讶 从前了很多 陈毅当时 陈毅是当时军委副主席嘛 陈毅元帅 啊 外交部长 啊 他说淮海战役 是人民群众 小车退出来的 啊 当外交部长的时候 人家外国人问他 你那个幼儿飞机 美国的幼儿飞机 你怎么给他打下来的 猪肝捅下来的 啊 你看原来我们 老一代革命家 讲话都是特别会 会会这种很形象 啊 就就就举例子 哎 人民战争没有过失 啊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 依靠人民群众 去打赢战争 去年 他们有人采访我 说是这个 去做那个美国第七舰队司令 啊 叫约瑟夫 奥库安 将军 啊 他说他在这个香里拉会上 在新加坡 说 你们中国啊 这个军事专家 张正中教授说了 啊 说你们南海 将来就是有一个 卷心菜战略 他们就问我 你说过这个话没有 我想想 我是 好像说 我查了好久好久 啊 我以为在央视说的 那都查来查去 是2013年的五月份 是在北京电视台 军情解码 这个节目说的 我当时什么概念呢 所谓卷心菜战略 卷心菜不是 一个个的往这包吗 我最里头那心 啊 就是 民兵预备 渔船 就是在我们争议地区 民兵预备要走的前头 第一线没关系 然后外围的 就是渔政 海舰 那个时候还没有 呃 这个这个海警呢 啊 还没组建呢 2013年的时候 外围就是海军 是不是 中国的武装力量 不是光 解放军 还有武警部队 还有民兵 这是我们的武装力量嘛 对不对 其实啊 这个 军民融合 在外国也在搞这个东西 啊 呃 我曾经用十几年的时间 研究了世界各国的 国民经济动员 这样一个事情 1982年马到海战的时候 当时这个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 一听说 阿根廷登上马岛了 还唱了阿根廷的国旗啊 啊 接到电报以后 马上成立战士内阁 决定三天之后出兵 啊 一万三千公里啊 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 三天之内 谁家里没点事啊 啊 父母有病啊 老婆生孩子啊 家乱七八糟的事 谁都有 你三天之内就要开拔呀 不光是军队开拔呀 当时还动员了好多商船 56艘商船 一共67万吨 我 因为我到英国去 我就仔细研究了这个案例 当时有一个 呃 英国海军部的 一个负责战争动员的一个处长 当时他就到一个造船厂去 这个造船厂提前在他这个动员部 是有有底案的 呃 因为任务紧急嘛 他就是 在想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造船厂有哪 哪几艘船能够动员 哎 这个这个这个可以 但是动员改装什么呢 他就在那车拿一信封在上面画 到了工厂之后 马上就召集高层开会 开会以后就说 根据这个战士能格的命令 啊 你们 哪几艘船被征用了 啊 哪几艘船被征用了 征用之后啊 这个 要把它改成航空舰 改成航空舰 然后多少多少厚的钢板 要准备好 呃 汉捷的工人要准备好 随着舰一块出发 啊 一边走一边汉捷 啊 走的时候是个商船 到那快到战场的时候 就成了航空舰了 啊 呃 你比方说这个当时动员的大西洋运送舵号 大西洋低道号 天文学家号 这三艘集装相船 每一艘上面能装二十架海药 八架海王直升机 都是都是走到那才能 改好啊 这个非常厉害 结果其中 大西洋运送舵号被飞机导弹给击沉了 啊 击沉了 就是 这个军民融合 它是反映的 你想想有多厉害 人家这个商船是公司的产权 人家还执行营运业务 他三天只能把人征用过来 就改成航空舰了 啊 还有几艘游轮更好玩 四万五千吨的坎培拉号和六万七千吨的伊雷莎白女王号 当时正在 呃 国际航线执行 执行这个营运任务 其中有一艘 我忘了是坎培拉号还是伊雷莎白女王号 正好是 在地中海上往意大利方向去航行 我在英国 学习的时候 我查这个案例 当时船长接到电报 说是 呃 你这艘船被征用了 你究竟的港口是哪里 他说意大利的那个那个港 究竟停靠 把所有的人员卸下来 卸下来以后 这个马上你负责运兵 往大西洋那边 马短那边去运兵 英国兵就坐着飞机 就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乘船就开始走了 你想想这背后有多少的提前的预案 准备 这才叫军民融合 啊 这才叫军民融合 啊 所以呢 这个这次 朱日和啊 阅兵 你看看 全是坐幸福 啊 这个一一看就是从阅兵场走向战场 啊 我们90周年纪念 大家就开始数 啊 歼20 歼10 歼16 东风26 东风31 啊 红旗22 啊 这些个主战装备 我就倒是找那些后勤装备在那 那些做饭子 催食车 那些医疗车啊 啊 那些个用物资的那些卡车 什么在哪里啊 我就在找这些东西 啊 这个 为什么我关心这个东西 因为 我 说实在的 你看我平常大家 说 哎 张老师老师这样打仗了 啊 战令上怎么又开始算了 说其实我的专业是我去装备 啊 我在国防大学这么多年就负责我去装备教学 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嘛 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叫后勤装备 叫后勤装备 后勤和装备教研部 啊 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后勤啊和武器装备特别 呃 感兴趣 比方说2016年 去年 怀太平洋演习 怀太平洋演习呢 大家看新闻报道 啊 中国去这区舰 那区舰 我就关心其中有一艘舰艇叫长导号潜艇救援舰 哎 我说这个有意思 我当这么多年海军没见过这个舰 我原来在潜艇上带过 又经常研究潜艇事故 我说这个舰有意思 我 我就专门就这个长导号做过节目 我说他是到那总盟去救援的 啊 那么今年前不久那个到吉布提去建 我们其中有一艘两万吨的东海岛号半潜船 你看 这都属于后勤保障船 我们还有啊 造了五万吨的901综合保障船 综合保障船综合补给船搞五